是红鱼儿啊 这大清早的你找我有啥事啊 自是有事 所以 所以才来找土地公公的呀 鱼儿姑娘你客气了 有事就假 我能帮则帮 不能帮 想办法我也得帮啊 这种挖坟跑木的活 也只有土地公去干了 李安为了能拖延时间 就谎称自己喝多了 被知府大人从床上抛了下来 抬到了大堂上 知府大人见他 怎么也叫不醒这个装睡的人 于是就让人给他灌凉水 李安 你可真行啊 来人呐 再 再给我接着灌 是 李安实在是喝不下去了 却赶紧从地上起来 起来之后 就在那一顿白货 总之就是一个字 托 直到红鱼儿 把观印找到为止 你就别再跟我装算了 有事观印罪则一等 难道你还不认罪吗 这时候 红鱼儿也把观印给找到了 正好李安现在也拖不下去了 于是又麻烦土地公 钻到桌子底下 把观印给放下了 然后一吹帘子 让李安看到了观印 李安见观印回来了 立马就来了精神 于是赶紧起身 钻到桌子底下 把观印给拿了出来 不仅知府大人不相信 他能找到观印 就连白事业也不相信 把知府老爷 气得非要挖开白事业儿子的坟 看个究竟不行 白事业求了好半天 知府大人这才出了气 红鱼儿帮完李安之后 就回到了湖底 他这一走 李安的相思病就犯了 晚上睡不着觉 就来到了湖边 对着湖面 诉说自己的相思之苦 红鱼儿现在也很忙活 一边听着李安的真情流露 一边还要镇压凤妹 这个女刺客 又要在背后偷袭李安了 还好红鱼儿在水下察觉到 又一次施法救了李安 这时候 女刺客的大师兄 吕纯阳 赶来把自己的师妹 给拉了回去 红鱼儿怕李安再有危险 就把他送回了县衙 回来后 王捕头告诉他 想杀李安的 可不止一波人 他们在现场 又发现了另一波刺客 只是还没来得及动手 看来他最近 处境很是危险 冰来将挡 水来土岩 他武功再高 俺相信 也高不过鱼姑娘 有鱼姑娘在俺身边的话 俺就什么都不用怕了 是不是啊 鱼姑娘 啊 红鱼儿怎么也没想到 李安会给他来这一手 这下弄得他也不知所措了 慌乱中也就答应了他 第二天 李安和红鱼儿 刚到大堂 救人送信 说青城四虎的老四 就住在白石崖崖底 这可是他们一直想抓的人 于是李安就带着人赶了过去 可是他们还是雷晚了一步 老四两口子 已经被女刺客给杀了 女刺客刚想把老四的孩子也杀了 这时候 吕纯阳又赶来阻止师妹杀人了 大叫了一声师妹的名字 没想到 师妹一下被屋内的一幅画给吸走了 然后一个大活人 就硬生生的变成了一幅画